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静才能无染 师父还说 轻静无染 宁静致远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一下 今天上午大概九点半左右从城里出发回家 开了一半路 就有点困 昨天晚上 在飞机上赶着把最后供修的几个要点记下来后睡了一会儿 今早倒没觉得困 十点左右开始发困了 在高速上 本想再坚持二十几分钟就到家了 结果 车开始走贼子 一边是栏杆 一边是一辆卡车 神经系统很疲乏 很难控制方向盘 往左打方向过头 赶紧往右打方向又过头 吓了我一大跳 菩萨保佑太惊险了 这一下瞌睡就吓醒了 感恩菩萨 后面总算保持清醒了 安全回到家 幸亏一路念经 我这时算又过了一个节 如果没有菩萨慈悲救度 没有恩师慈悲救度 我说不定死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每天都在听台长的录音 让我知道一切都是缘分和因果 让我想开了很多纠结 减少了很多痛苦 直到唯有好好学佛解脱 淡念无常 甚物放异 感恩台长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今天我妈妈发烧了 吃了退烧药 也没完全退下去 晚上下了班 就去帮她放了两条黑鱼 放完了心里还在想 妈妈会不会马上就退烧了呢 结果现在体温就基本正常了 感恩菩萨真的太灵验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儿子高考前 我用了三大法宝 许愿 放生 念经 他顺利考上一本 太感恩了 菩萨妈妈真是有求必应 弟子一定好好修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故事说 村子里有两家人 一个穷 一个富 共同喝着 一口井里的水 一个用金的碗 去盛水 一个用陶瓷碗 前者觉得自己用金碗很富贵 后者认为自己很贫贱 只能用此碗 前者得到了虚荣的满足 而后者陷入了无谓的烦恼 可是他们都忘了 你们自己需要的只是水 而不是盛水的碗呢 活在世间 其实我们生活也是如此 不要被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所烦恼 人生像碗一样 要盛得下山珍海味 也要装得下粗茶淡饭 能倒出梅酒和白水 也能把这个碗放上汤汤水水 人生如碗 如若小手端大碗 手会累坏 碗会掉 如若小碗装大菜 装得不好 碗会碎 人生不可望至大 凡事需要有商量 碗有多大 装多大 碗小学会 且由它 人生如碗 人生如碗 人生的过多的心 会让你的心会累 心中装得太满 让你的心会变得黑 心中不管装什么 不要过量 不要贪 心中装得越是多 失去幸福就越多 学博学会 事可止 却勿贪欲 心不止 人生如碗 要随缘 心中装神清晰见 坦荡对人 免称恨 潇洒助人过一生 人生如碗 虚谨慎 稍不经意 会磕碰 称怒定会 有裂缝 相处之中 有半冲 及时沟通 学宽容 轻如一家 学佛终啊 这个碗还没讲完呢 碗还有很多 人生如碗 靠适中 懂得知足 心长空 学会珍惜 碗别衰 人生难得 精已得 佛法难闻 精已闻 学博路上不停步 一事修成 报佛恩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做得下来的人 他一定站得起来 能够安静的人 他一定会有精力 浪费时光的人 他的生命是短暂的 努力精进的人 他的生命是无限的 学习佛法的人 他的智慧是永恒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